哈嘍,我是史萊姆,欢迎来到CrazyJoker Studio 又是我神魔的频道,大家有没有订阅我? 一开始不应该买广告的 我们今天打关卡是奥丁 这个频道好像没有出过奥丁的影片吧 这个是第一个,对 也是我自己第一个临时通关的奥丁的一个影片 对,因为其实奥丁已经出了很多次,三次了 第一次,第三次了 但是这一次非常特别,就是因为狂魔已经来到 然后另外还有北欧,已经解放 就是完全是改了一个桥带这样的感觉 所以,其实这一次大家去打奥丁的关卡 应该比较轻松很多啦 就是因为以前我们要临时通关的话 可能比较把握的就是那个波比 然后还有的是,我已经是闪不起了 就是全拳嘛 就是除了波比比较最稳的之外 其实其他没有很稳的 我觉得 好啦,现在我们准备要开始咯 其实我们这一期的队比较OP 就是因为双北欧 大家先不要骂我 这一队的 也太厉害了吧 全都满技满等欸 欸,斯兰姆干嘛啦 其实因为我刷那个排行榜 所以我带比较OP的队去拍影片 所以大家不要骂我 先不要骂我 另外就是,其实中间很多队员都可以换 比如说奥丁可以换成moo 然后还有三阳可以换成唱歌 然后还有,没有了 其实也可以换啦 就是看你有没有哪个队员都可以拼拼看 就是中间最重要是可能要爆发 要各种的爆发在中间 或者转型也可以 因为在那个cumberland那边可以摸一下 如果有转型的话 那我们先进入关卡咯 开始 啊,这个是影片 因为我们有广东话跟国语的版本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广东话的版本哦 应该没有吧 就是一开始应该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因为 你学很多啊 木队学很多啊 所以不用担心啊 很好很好很好 OK 感觉一点的不痛 就是本身他挺痛的 哈哈哈 他应该很痛的是因为学量太多了 就是北欧 就是完美的北欧队 你看 学量有两万耶 也太OP了吧 其实我觉得在这边 可以用的队员很多很多 这个我比较 平常我比较喜欢 比较爽快的队 我没有用moo正位 我想拼排行 排行榜 所以我没有带 其实应该带 带也没差 因为我觉得 反正我在后面两个关卡 我都可以秒过去 所以我没有带木屋 但是其实在木屋 在这关卡比较稳 在第四关跟第五关比较稳的 所以还是建议你有木屋的话 可以带 带一次去 去喂一下 去逮一下 这样 其实一开始 对啊 就这样没什么特别 就是慢慢磨过 这边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 最好是第一关要存好 那个木屋的技能 然后在第二关 可以开木屋 木屋的技能比较稳 稳很多 这是因为我要拼排行 所以我这边 没有去存技能 故意的 对 然后第二关 这把两只伤羊也开掉啊 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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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开了 都开嘛 其实这里的 对那个小妹妹啊 你觉得没有 她很可爱 其实 她很恐怖啊 她的血量非常的高 所以这边要小心 如果你是带北欧的话 这边比较麻烦 最好还是全技能进去吧 不要太冲动 拜托 这边我确实觉得不太好 不够随便嘛 啊 我转聚本身就没有很好 呵呵 刚好没有上 如果刚才要做多个combo的话 比较稳啦 OK 好啦第三关 这边 这拼人品的时候 你又没有人品啊 我这没有人品 但是刚好今天人品 还好 还OK 还OK 这 这个关卡 就是在这一次的影片还OK 其实我刚刚试过 打三个combo的时候 它掉落了13个combo 然后我也试过再打 就是常常大家会感觉到 诶 也是16个combo 厉害喔 都好人品啊 整整整整天晚上的人品都在这里 这里啦 感觉 这是因为 这边回学 回学 然后多消杂猪 因为我要母猪 所以多消杂猪 其实 今天 确实打这关卡的时候很辛苦 就是因为一直没有做到的combo 大家应该也有这样的感觉吧 很想摔手机啦 就是一直没有转到的话 然后在这边的木猪也没有很多 正常来说应该挺多的 因为那个 队伍技能 这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很强的技能 可能也没有吧 不知道 如果你知道的话告诉我 到底两只 北欧神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队长的时候 到现在有没有那个 很强的技能 感觉好像比以前 以前已经 以前很多啊 感觉 现在都感觉没有 你看 木猪有卡了 所以这边 其实我 我这边应该开那个 山羊的 我玩了一个回合去开 咱们回合开 其实就不要浪费 你看 上那么多猪 一颗木猪没有 喔喔 真的 很麻烦 所以这边要考虑一下 还是开吧 反正我这边 还要两个回合 才到下一个回合 所以应该没差 才开一下 但是木猪记住不要烧太多 要留住 留住 留住 对 留住 OKOK 好啦 再来一破攻击就可以 不错 转得非常好 OK啦 这边没问题啦 好啦 然后 到第四个回合 在这边其实要小心 这边 因为其实 如果你是带双北欧的话 但是没有木屋 在这边如果你是没有木屋的话 你应该没有不到的 所以 这边 我还是有点运气啦 这边 因为我是打过很多次 有很多不同的状况 这个确实是运气比较好的一次 好吧 来啦 快点 快点来 来吗 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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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没有转得很好 其实到现在 我又没有 其实我觉得 我应该要学一下蝶珠 我蝶珠 一直都没有很好 就是很 你看 我没有不到欸 对 如果是刚才有一个比较好的蝶珠的话 应该可以 转的 的伤害可以提高一点 好啦 这是因为今天这个影片 我确定 就要学一下蝶珠 其实蝶珠没有很难啊 只是我不想学 这难度嘛 各种难度 好吧 这边到王了 到王的部分 好了 是第一 没关系 因为我可以顶下他两破的攻击 因为我的血量有两万多欸 很牛啊 好啦 看看能不能拼一破带角 所以先开 那个左边的强化传承 然后再开木组吧 开啦 木组 但是我感觉这边木组没有转得很好 这可能下面的木组太多 不会转啊 太多 好啦好啦 来啦 来啦 这鞋转 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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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个combo 天降了 几个 三个 不错嘛 天降三个 刚好就可以把他秒杀了 如果这边也是单木屋的话 肯定在这里 没有很大的压力 对 victory victory yeah OK 赢了 其实如果真的你要类似的队伍 肯定不会觉得很难 这是太OP了 这一队 最麻烦是 可能是康普龙那边卡太久的话 可能你已经没有转型比较麻烦 但是还好啦 因为鞋转还 还有很多 应该没问题 好啦 看一下 盘行榜 OK 盘行榜 这边很疯狂的人 你看 第一个凯凯 太夸张了 那凯凯 十四个回合 然后他用的队 看一下 是火狂 火狂 怎么可能十四个回合完结啊 太厉害了 然后第二个是官府 官府也很厉害 跟我同一个回合 哈哈哈 对 其实官府一直在笑我 说我 你都没有我厉害啊 这样 各种 嘲讽我 太过分 然后还有小龟也很厉害 唉 对了 其实我很想拼一拼 看能不能拼到十四个回合 但是 努力也几个晚上 大概一两个小时 去拼 但是还是拼不到 那就算了 其实平常我也没有很 很喜欢去拼啊 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期很喜欢去拼 可能就是刚好第一次 打到不错的回合数 然后 哈哈哈 每次都这样 就是因为第一次打 诶 不错诶 可以拼诶 诶 诶 怎么说那个 诶 就是被吸引去打吧 下一次还是不要追 真的无聊的东西 哈哈哈 好吧 好吧 大概就这样 可以看一下其他的队 对 还有光北欧也是很OP啦 如果解放的话 应该很想解放光北欧吧 但是光北欧如果在这一个 这一个 关卡里面还是非常OP 因为在属性商客箱有绝对的 游戏 对 还有什么 啊 洛基啊 解放洛基肯定没问题吧 然后亚雪队啊 也是没问题吧 对 但是偏向火队 这是因为里面的 木属性的 底语言比较多一点 拉 好吧 大概就这样 呃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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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这样 好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CrisyJoker Studio 我跟安琳会多放一点 国瑜的影片出来 给大家去看 拜拜 拜拜